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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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青少年轉成大人 中間要經過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是化妝 還是穿動 還是拍照 談戀愛 化了妝 就是大人了 就是比較偏向成熟感 我們有要找鍾葵來嗎 誰是鍾葵 我是你啊 小S 你忘記我了嗎 你到底要把我激怒到什麼程度 我是小S啊 真的啊 你忘記了嗎 因為你扮小梅的時候 已經很不爽 你又扮徐雅君 你現在... 又好像了 嚇到十分鐘可憐 你牙齒怎麼了 我一直都在 你的小姐嗎 我心中所有的遺憾 跳課子分中 你為什麼會跳整首的舞 他永遠不是你 這希望全球永遠不分明 我覺得 我覺得被他撐到第二十秒之後 就有一點開始像了耶 好驚人喔 我真的不得不想 你真的很用心耶 他舞蹈全部都會跳耶 所以 等一下錄完你教我一下 請問 這個照片是 那是我們第二張專輯的照片 已經算是當明星的照片了 是明星 這張照片絕對是排不進 我們前十名丟臉的照片 因為喔 我們的眾位女明星呢 她們當初為了證明 她們從少女轉為大人 都要經歷過一個儀式 當初手機自拍沒有這麼流行的時候 她必須要去攝影棚裡面 拍一個沙王照 對 然後沙王照當時的消費金額 大概多少 等一下可以來研究一下 不過最令人感覺到訝異的事情 就是S跟我現在要經歷 一連串的考驗 我們要先來看她們的照片 來判斷我們認不認得她 而根據製作人告訴我們呢 她們全部都是常常來康熙的客人 我剛才稍微瀏覽一下 我不知道她們是誰 我們現在把其中 第一位女明星的沙王照亮出來 大家跟我們一起猜囉 洪奇德 洪奇德 這個看得出來有明星的潛力了 是不是以前跟徐若萱合組三人的 女子團體裡面有一個 會跳踢踏舞的 我認為是宮崎駿的那個狸貓 那個變得妖怪那個 那個 歡喜碰碰狸裡面那個類型 所以歡喜碰碰狸也有拍沙王照喔 對 牠很像某一種可愛的動物拍的 對 龍貓 所以大家如果有眼睛尖的人呢 可以看看自己 有沒有已經猜到是誰了 牠的樣子 有一些線索在 不過的確跟當時不太好分辨 是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位的照片 這個 胡瓜的前妻吧 你說瘦瘦嗎 對 瘦瘦是單眼皮是不是 是不是還滿像 跟那個周杰倫有傳緋文 說初夜獻給她的那個女生 然後她等於是 她現在是割了雙眼皮 這個是她未割之前 未割之前 不是 她這樣反而比較像周杰倫吧 這個如果乍看照片 應該也猜不出來 對 好 我們看下一位 陳孝萱 她有喔 有喔 對 孝萱 是李芳文嗎 那個年代的年代 妳真的好厲害喔 妳是有翻了早期電視之後 看在找名字嗎 這個也算羽毛簡嗎 對 是羽毛簡 所以... 這個很丟臉喔 好 這個放棄喔 我們來下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傅天穎 對 我跟你講 剛才第一張也有點像傅天穎 對 所以很難講哪一個是傅天穎 她怎麼敢把這照片拿出來啊 這張有比剛剛那個藍衣服 有丟臉嗎 這個很丟臉耶 真的嗎 為什麼 她的嘴巴的顏色 她是故意要擦的是 你知道白的那一種 OK 可是有些人擦白的會非常稠 可是遮這個妳覺得是怎樣 遮那個還OK 可是她的表情很噁心 是嗎 對 再來一位 下衣年輕的時候嗎 還是... 是江蕙那個系列的人嗎 誰啊 這個算... 不管怎麼樣 以拍攝技術來講 是專業的沙龍照 而且它這個算是滿近代的路線吧 因為這個打扮就算是 比剛才的服裝都近代對不對 所以猜不出來喔 我叫不是名字 所以這個我們剛才看這幾樣當中 如果有觀眾猜出來 超過兩個人以上 已經算眼睛非常厲害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實體人 叫出來大家看一下 就應該會有線索 一共有五位女明星 我們歡迎她們出場 歡迎... 歡迎... 哈囉 要做東西嗎 麻煩你們先贊成一排好不好 好 我們在後面好恐怖 我們還是在講誰啊 誰啊 為什麼我有一點奇怪的評語 我沒有看到王思佳 沒有看到我 沒有看到你 沒有你 我也沒有看到李妍瑾 可是我就算實體人出來 我還是沒看到李妍瑾 真的假的 那是誰啊 那是他頭髮怎麼了 你不是李妍瑾耶 你現在 你吃冰淇布的某一個版本吧 所以我只要講日文嗎 你現在頭髮是真的嗎 真的啊... 你幹嘛弄冰淇布的頭髮 沒有 上次就還沒弄好 就一直要找自己喜歡的髮色 然後終於弄到了 可是你那麼大型的人 適合用這種冰淇布的髮型 什麼叫大型的人 不是因為冰淇布的那種頭 是給比較迷你型的女孩用的 就是娃娃的 所以年紀到一個程度 就是想要裝可愛 可是我覺得你比上次 來上節目的時候瘦了一點 有 因為我上次節目一播啊 就我朋友電話塞爆了 你怎麼那麼胖 你快減肥 然後大家就社群網站 一直留言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瘦了兩公斤了 有 看得出來耶 有積極在瘦身 我覺得我好像剛剛有隱約 看到左勇瑩耶 不過今天她的打扮 怎麼了 是要迎接夏天還是 迎接夏天